我已經設定了一個大鐘 Hello 各位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請讓Phoebe上來 和我們一起開直播 大家好 非常好 我們想問一問 Phoebe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叫Phoebe G 我是香港人 住在法國巴黎十年 我是做專業攝影的工作 今天很開心和大家可以分享多一些 因為我住在巴黎 當然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所以很高興和大家分享關於 巴黎的一些旅遊、藝術、文化 這些景點的活動 還有一些小貼士 還有關於拍照的小貼士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聽的 最近我也做了一過程 可以教大家用一些簡單易明的方法 用手機或者DC仔 或者甚至乎用大機拍照 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就可以享受你的生活 在攝影那方面 可以 因為現在社交媒體很方便 大家都有自己的感覺 拍了出來去表達自己 和你身邊的人或者和這個世界去接軌 去聯絡 這樣好不好? 嗯 非常之好啊 為什麼你會去巴黎呢? 明明是香港人來的 是啊 其實我本身就是喜歡藝術 喜歡美術的東西 那究竟是 為什麼會喜歡來到呢? 譬如我以前學畫畫 小時候就學拍照 那都很喜歡這些美術 和想做攝影的行業 那在香港呢 有一個機緣巧合的時候 在10年前呢 我就有機會來到法國巴黎 那我開初呢 初初都想著 短短來試一下先啊 走一下藝術館啊 去進修一下我的攝影啊 我又去過倫敦呢 去進修一下我的攝影 啊 後來發覺呢 巴黎那個這麼充滿浪漫 和藝術的城市呢 我就被它深深吸引著 哇 這樣很想去在這裡發展 那所以呢 就有了這顆種子 這樣就開始慢慢萌芽萌芽 就到了今天了 那你總共在巴黎多少年啊? VB 我總共啊 2010年來啦 那我就10年了 好 到現在就是剛剛10年 嗯 其實呢 巴黎對英國的學生來講 是很接近的 我們這邊劍橋的學生呢 經常都會搭火車這樣 就去巴黎吃個午餐 然後再回來 是啊 搭Eurostar 是應該兩個小時 這樣就到的了 會到你去 是啊 非常之快 是啊 你那邊劍橋呢 是現在那個天氣是不是應該其實跟巴黎都差不多 都是秋天了 是的 都是秋天了 嗯 應該都很舒服 不是很冷 這樣呢 又有拍到一些黃葉 這樣呢 我們這邊呢 巴黎都是 其實巴黎的氣候呢 都很溫和啦 所以它是一個很熱門的旅遊地方啦 我想 Cambridge 都是啦 我去過 Cambridge 玩啦 地靈人傑啦 又有河仔啦 又可以餐艇啦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很休閒 很喜歡 嗯 是 是 是 我自己都很喜歡巴黎 我有親戚啦 我姑姑呀 我叔叔呀 還有很多傢伙都住在巴黎的 所以我每年來 今年真的沒有機會去 所以找你離開 好啊 暫時疫情問題還不行 之後有回飛機呢 大家都會過來玩的 我知道 到時我又去探望你 你又來探望我 接著有很多人又過來巴黎玩 就多一些經歷跟大家分享 現在先說好 大家聽好才知道了 到時就會知道有很多傢伙 應該怎麼玩吧 嗯 是 那麼你們在巴黎 現在的疫情怎麼樣呢 那個疫情問題呢 都嚴謹了 所以就要戴口罩啦 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啦 而是那個 室內就必須要啦 其實有些市民呢 有時候 你知道法國人啦 很freestyle 的嘛 他們未必戴口罩 所以我們自己是香港人呢 就要很跟蹤的嘛 盡量小心啦 自己都要 用搓手翼啊 那些其實他們市民呢 都習慣了很多的了 在這幾個月裡面 只不過是有時候那些口罩呢 確實是他們要嚴局啊 或者什麼就會弄低了啊 又不馬上蓋回啊 那麼自己都要小心啦 大家都要這樣做 其實在法國裡面呢 不同的區份呢 都是天天都會有報導著說 哪些區份會嚴重一些 哪些區份呢 就要加緊去留意啊 雖然沒有去到很嚴重 但是都要大家注意啦 總統整天都在報導著這件事 那是否要罰錢呢 如果你們出街 譬如不戴口罩啊 那是否要罰錢呢 是啊 是啊 要罰錢和要給告票 那之前呢 當然啦 就是禁止的時候 簡直是說 如果你出街呢 只可以一個小時 在你的家裡範圍的 不知道一公里之內 你這樣可能買菜跑步 去藥房這樣才的 但是現在就好一點 可以出去工作 或者是有些餐廳都有開 但是呢 都有考慮到說 某一些區份的餐廳 可能又要收回 現在就沒有很嚴謹 好像之前那樣 但是其實都要很注意啦 因為現在是第二波嘛 嗯 是 是 那英國那邊怎麼樣啊 現在 英國那邊就 大家都是繼續上學 嗯 雖然那個疫情都很嚴重啦 但是英國政府就決定要 保持一些學校開放啦 那接下來這個Hard Firm呢 本身每年的10月呢 我都有很多學生和家長去 去巴黎旅行的 不過今年就真的沒有機會去 如果我們走去的時候 你會介紹些什麼地方啊 Phoebe 那我呢 也準備了一些熱門的旅遊景點 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就準備了一個PowerPoint 那我現在show 給大家看好嗎 今天呢 我就會介紹 因為一次過不可以介紹這麼多 我們要分很多集講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這次呢 就講著三個先好不好 是啊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先 好啊 不知道是哪三個PowerPoint 住在這麼多 是啊 是啊 什麼推展的呢 第一個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會 看不看得到啊 大家 巴黎鐵塔 巴黎來說呢 法國來說 巴黎鐵塔當然是 世界文明啦 所以我是選擇第一個景點 跟大家介紹巴黎鐵塔的 那其實呢 大家可能來過法國的人 就會去巴黎鐵塔拍照啊 去玩啊 那未來過的朋友呢 可能都會在不同的電影啊 場景啊 廣告啊 都會見過一些巴黎鐵塔的喔 很多明星啊 又會來拍結婚照啊 或者有些電影啊 故事呢 都是在巴黎發生 那也都在那些電影的時候呢 都會出現巴黎鐵塔的 那所以呢 巴黎呢 在這個鐵塔來說呢 政府是非常之重視這個 偉大的建築物 那所以呢 我就想說一下 它怎麼特別發呢 好不好啊 好啊 好啊 講來聽聽 我見過最美的鐵塔 是晚上會發光 有不同的顏色的 還有在上面提煙 提煙花 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是啊 其實如果在7月14日呢 巴黎鐵塔就會弄了很多額外的燈 平時的晚上都會著燈 那但是呢 7月14日就是發國國慶的嘛 那他們就會弄了很多煙花 然後呢 就會有很多表演 在上面呢 不是在下面的台 而在上面這麼高那裡 搭了很大的台 那些人呢 找了一些明星啊 或者一些出名的舞蹈者呢 去再歌再舞 那很有娛樂性 也都很有藝術性的 那其實呢 我又想講一下巴黎鐵塔的歷史 先喔 好不好 因為發國這個這麼出名 歷史文化的地方 那當然要講一些歷史故事啦 那首先呢 講給大家聽 巴黎鐵塔其實是1887年而建成 即是1833年建成的 那而他呢 當初這個設計師 他設計這個巴黎鐵塔的時候呢 當時的建築物那個風格呢 完全覺得 哇 不接受啊 這麼新穎 什麼來的 人家那些是宮廷啊 皇宮來的嘛 為什麼會出了這個金屬的 還要這麼尖的 這麼高的 其他的建築物呢 都是矮的 那有些當時呢 開初的時候 有些人是反對的 因為有很大的決定做這件事嘛 但是後來呢 幸好呢 最終呢 都是有投票 贊成了做這個 要不然呢 現在就沒有這個 這麼宏偉的巴黎鐵塔給我們享受了 這是小小的故事啦 而另外呢 其實呢 巴黎鐵塔呢 我們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很高 而發覺在巴黎市裡面呢 政府要規定所有的房屋 或者建築物都不可以高過它 甚至乎不是它這麼高 但是不可以高過某一個高度呢 去影響那個 無論在不同的角度看巴黎鐵塔 都要使它這麼突出 那麼這個特點呢 你可以想而知 政府是怎麼這麼重視它了 嗯 還有巴黎鐵塔如果你在 剛才說了 你日後拍和晚上拍都會有不同的 我們看第二張照片 我們會看到它現在是金金的顏色的 因為有時候陽光是好的時候 它那個金屬的物質呢 會被陽光照射下 它出現了一個很漂亮的金屬色 我先放大一點照片 放大一點 是啊 那就好了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呢 有很多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在一個大草地 很多人在野餐啊 很悠閒在那裡玩啊 在那裡拍照啊 很多時候大家應該會見過 在Postcard都會見過這個角度了 這個角度就叫戰神廣場 大家下次來玩的時候 記住這個名字 但是不記得問回我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還有講了它有時候灰色有時候金色 但是呢 就是要看天氣的問題 還有呢 看一下陽光照射 日頭在巴黎鐵塔 譬如巴黎鐵塔在這裡啦 它在左邊的時候 是東方或者是西方 到達太陽轉到日落 另外一邊呢 那個光線呢 都會令到它的顏色 你看下去肉眼看顏色 有一點點變化 這個就是特別之處了 嗯 嗯 還有巴黎鐵塔還有什麼玩啊 還可以上這個上高呢 二樓那裡啊 怎麼拍照最漂亮呢 一樓就有餐廳的 那你上到上面呢 就看回來呢 可以看到整個巴黎市 那個跳望那個角度啦 還有呢 上到三樓呢 就有個觀景台 就算你不上餐廳吃東西呢 就去看都可以的 記住呢 大家上去的時候買票 就買不同的票 又要講定 要決定你究竟是買哪一層啦 好不好 那麗莎你有沒有想分享一下 來巴黎玩上巴黎鐵塔的一些感覺 或者一些難忘的經歷啊 有啊 每次去都是半年 就是英國有很多讀書有很多假期的嘛 那都是 每次上去都是很多人 變成很難找到一個位子拍到漂亮的照片 哦 是啊 是啊 那如果怎樣拍到漂亮的照片呢 那你上到去呢 就可以 現在呢 就很多人 但是呢 我們有時候呢 就可以在那些 那個觀景台呢 就蹲蹲蹲的 你就不要在中間那裡 因為中間你前後左右都很多人 你最好呢 就選擇去旁邊 旁邊一點 廣闊一點 那就再用一個現在輕一點自拍神器 但是你不要說捉到人啦 當然 小心點 那自拍神器 這樣離遠高一點點 斜的這樣看 拍下來自己呢 又可以拍到自己 你這個人呢 就背著鐵塔 向著外面那個巴黎的市呢 又可以看到那個市容 如果你反過來 你的背後是巴黎鐵塔呢 你又可以用這個自拍神器呢 又可以看到你 和那個鐵塔一起合照啦 那這個小提示 我想下次大家又可以試一下啦 好嗎? 還有我們今天呢 有個特別嘉賓在這裡 Dr. Lau 他其實去年九月呢 開學的時候呢 Dr. Lau的燈寧 一條探過我啦 還有我們見過那些大學的職員 還有一些學校 跟著他就飛了去巴黎 他就飛了去法國那裡玩啦 請他上來講一下 Hello Dr. Lau Hello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好開心喔 剛才聽你們說這個巴黎 好玩喔 是啊 很多年了 而且他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來的 大家喜歡拍照 現在用手機拍得很好 是啊 我記得拍巴黎鐵塔好像還有一個位子 走上一個山仔裡 可以手剛剛拿著 可以拍一些很特別的照片 那時候去巴黎 是啊 其實呢 如果你喜歡玩那些Gymic 草地又大 你跳起來又可以啦 你說好像手托著巴黎鐵塔 又可以 那你只要呢 你這個人呢 就跟巴黎鐵塔很遠 你就不要在這裡很近喔 然後呢 那個攝影師呢 就在你的前面 巴黎鐵塔很小 剛剛走到角度上下左右呢 就好像托著鐵塔那樣了 隻手要走 對 對 是 明白 是的 那些船在這裡 是的 就可以玩這個 或者你步行去看 都是周圍都會看到 巴黎鐵塔的不同的角度 嗯 接著呢 我給大家一些照片去看一下 就是 我有時跟遊客去拍照 他們結婚也好 或者只是來旅遊也好 跟他們拍照的時候呢 都可以去不同的角度 比如這個呢 就是在噴水時啦 這個就叫Tocadion 那個地鐵站 一出呢 走兩分鐘呢 就到了可以拍照 是的 大家來玩就可以去這些角度拍的啦 如果到了晚上呢 又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果到晚上拍呢 就要打燈的 那如果大家都是比較懂得 玩攝影的話呢 就可以在後面打燈啦 有時在前面打燈 那這一張照片我特意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有一個夢幻一點的感覺啦 嗯 很浪漫 是 是啊 很浪漫的 很多人都喜歡的 那這個呢 就是有回傳木馬啦 就是馬來鐵塔的夜景呢 他們都很喜歡在這裡拍的 那所以大家下次來呢 就可以試一下去找這些地方 拍到一些特色啦 那下一張照片的 Bibi 就是COVID 疫情之前呢 是不是很多 很多遊客會走來找你拍照 是啊 是啊 現在遊客就沒有了 沒有飛機嘛 所以大家就等著眼睛去旅行 我們今天呢 就 又知道一下 認識一下我們 希望下一次呢 大家心中有數 應該去哪裡玩的時候呢 下一次就聯絡Malisa 又聯絡一下我 那就可以 大家計劃定的嘛 是不是 嗯 去旅行都要計劃 是的 過來讀書都是計劃 如早計劃定 沒錯啦 那下一個呢 講完巴黎鐵塔呢 那麼多這些 好玩的東西呢 我下一個景點呢 我就想介紹羅浮宮 好嗎 好啊 羅浮宮呢 其實很出名 大家就是世界聞名的 那羅浮宮的歷史是什麼呢 他是190年 是830年的歷史 你想一下 800多年 那就是說很多世代的 當時的皇帝呢 已經是建築這個宮廷 其實他是一個皇宮 現在呢就是博物館 只不過呢 以前是皇宮 現在呢就放了 有整三萬多件的藝術品在裡面 那裡面包括什麼呢 有雕塑啦 有明畫啦 美術的工藝啦 古代的東西方的藝術作品啊 還有希臘、埃及、羅馬這些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藝術品 都有存放在羅浮宮裡面的 是 這個要去的啦 就是 不去的啦 不去的 沒有錯了 他是屬於世界上 最多人參觀的博物館 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給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你要上到羅浮宮的裡面 它去到某一個層數 它有一個窗口是可以看下來 又看到羅浮宮的周圍 就是它四邊橫著的 一路這樣一路走一天 也有時間走的 真是有很多展品 那你又可以看《金字塔》這個角度很正的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怎樣可以不要排隊排這麼長龍 才能進入羅浮宮 其實可以預早在網上訂的 那些票 那你就可以預早訂了 網上訂了 跟著之前拿了一張票 去另一個快進口 那就不用排到打成餅 我真的試過第一年來很想去 當然是第一年來有機會 等到一個小時才能進場 那就很差時間了 是不是? 所以可以預早買定票 還有就是進去有個地圖告訴你 哪一層數會看什麼展品 重點去選擇你最想看的那些了 我那些學生他們去巴黎旅行 最大頭痛的就是很多人搶東西 Phoebe 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情況? 有啊 因為其實很多有些爬手 這個巴黎其實警察都盡量擺很多警車 或者巡邏 甚至乎有軍人這樣揹著那些槍 巡邏 所以如果有軍人 你們來玩的時候 看到他們揹著那些槍 真的不要害怕 其實是你應該覺得安全 因為他們在那裏保護市民 但是如果怕手在那裏 大家就要小心 因為始終是一個國際都會 有其他不同地方的人 來了這裏小偷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 那我有什麼提示給大家呢 那個旅遊的保護自己的財物呢? 首先你的手機 相機那些就擺好 有時候那些手機就這樣 去咖啡店放桌面 在那裏說話 或者相機掛在那裏 拍完 接著不知怎麽又放下 就千萬不要了 你要經常都更新那些東西 還有最好那部相機就不要 在逛街的時候都掛在那條頸上 又搖一搖一搖 人家一定知道你是遊客 雖然我們遊客都要一邊拍照 一邊走 但是都要低調一點點 要不然他們會看著你 你的面孔 或者你的舉動 更多是次遊客的 周圍打開地圖在那裏找東西 所以這一方面就可以小心 或者你們購物了之後 買一個黑色的袋子 就是未必是黑色的 總之一個淨色 很普遍的袋子 全部進入你的購物袋 那些購物不是什麽牌子 印在紙袋子的嗎? 你就不要被人看到 全部進入 因為賣那些購物袋 有一個拉鍊子 就會變得低調了 又會好又幫助你自己了 嗯 明白 明白 Vibi 其實很多學生 他們都趁職員 或者平時去巴黎玩 那會不會好像有些特別的ticket 是給學生 去幾個點一起買的 那在巴黎去玩的時候 那些入口費 比如那些學生 會有些什麽特別的套餐? 他有些過程的 學生 如果是歐洲的學生 你低於18歲 入羅浮宮便便宜一點 有些甚至乎某一些在巴黎的藝術館 或者博物館 低於25歲的學生便會免費 如果有些博物館或者皇宮那些少許收費 不過學生就一定會便宜一點 他們就記得去旅遊溫室 帶自己的學生證了 雖然你的樣子都是學生 你的年歲 他都猜到你是學生 但是他會show pass 你的學生證 至於剛才你問那個 有些就比如買一個full pass 就可以去囊括了不同的藝術館和博物館 都可以一個價錢就去無限去 就有一個限時的 有一個限時的 因為現在五花博物館的東西 或者不同的都有出了 大家最要緊要上網查清楚才要買 即是要上網預先去買了的 是 上網預先買了的 但是現在會不會再快捷了 因為現在有iPhone 即是 smartphone 一定是這個牌子 都可能會有一些新的 他們出了一些apps都不頂的 因為最新貼的 我就沒有查到 以我所知 大家都可能在做一件事 所以最好是上一個巴黎的旅遊網查一下 因為它那裡就比較公開一些 它會有很多這些新的設計都可以查得到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是啊 那我們好不好講下一張照片呢 好啊 我想提提大家 羅浮宮裡面有一間很好的café 所以如果你去那裡喝一杯咖啡 很漂亮 就是對著這個金字塔的 是啊 好啊 很多好東西 巴黎這麼出名的café 其實羅浮宮這個Manisa就很介紹了 還有其他的很多名人去過 或者是那些大文豪以前古詞的 就是那個年代的 比如說凱明威啊 或者是這個 他們哪個藝術家去過 他們在café聊天啊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去到 比如說花神café 可能都有人聽過 是不是? 如果我們講café 可能下一次又有一集講 現在是不講錢的 是啊 法國人特別喜歡café 最近疫情少了人出去喝咖啡 其中一張法國巴黎的照片 就是放幾個大的熊仔 超級大的 然後坐在café shop那裡 在街上那裡 那些熊仔在那裡喝café 你可以同樣去喝 有機會我要找到那張照片 你那邊有沒有看過 這張照片非常之流行 在英國這邊 因為很多英國人想去旅行 我知道了 因為英國喜歡啤啤的 啤啤啤紅 沒錯 啤啤啤紅 是的 我這邊呢 如果那些postcard 或者他們一興什麼呢 貓 法國人很喜歡用貓或者用狗的 因為他們很喜歡養貓狗 還有有時候那些postcard都會有隻黑貓 就是有件事是去mone mark那邊的藝術 會很多這些 所以講藝術 講文化 講歷史 真是有段時間講我們 可以啦 很難得有個地區人在那裡 就是你住了巴黎 巴黎可以介紹我們 是的 譬如如羅浮宮 我們一點精選地介紹一下 給一些未來過羅浮宮的朋友聽一下 好不好 好啊 現在大家會看到 我有三張照片是展現了 他們一個俗語的笑話叫做羅浮宮三寶 是哪三寶啊 就是說這個維納斯女神像 蒙羅麗莎 應該大家都聽過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聖利女神 他們之間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你們去到羅浮宮看那個地圖 他會告訴你 哪一層會去到看這些的 這些highlight的 比如說這個維納斯女神像 他就是希臘神畫裏面一個超像 一個雕塑來的 在古希臘 那他是斷秘的維納斯 我相信如果我們學畫雕塑 學雕塑或者學美術啊 素描就整天都用這個像來做素描的 應該大家都會看過 就算沒有畫過 都會見過這個維納斯女神像的 那他很歷史悠久 還有他的特別之處就是 展現了希臘神畫 愛與美的女神這個象徵 那他如果在現場看呢 他的紋理啊 他的質感那些人體的表現都很漂亮的 真的要去現場看才行 那下一個呢 就要講蒙羅麗莎 這個一定要講的啦 那我們歌仔唱話 蒙羅麗莎只是一幅畫喔 但是為什麼會迷到遷下的人呢? 因為他特別之處就是 我們的文藝復興的時候的畫家 達文西呢 將這一幅畫畫到那個 他很含蓄的笑容 還有他很有典牙那種優美的形態 整幅畫的表現到 當時這個女士那種微態 所以我們如果有一個 全民間就說 如果你去現場看蒙羅麗莎 你在不同的角度看呢 他都好像看著你笑那樣的 那我去的時候呢 真的去看一下 咦 左下看著 後面看著是否真的會在不同的角度 看著我笑的呢 但是我覺得我對著他笑 他可能心目中都會覺得他對著我笑 因為他真的不是很大的這幅畫其實 但是他真的你不可以很近地看 你要很靜心地去欣賞 因為當時如果大家去過 MENISA也去過看的 他是圍著的 來到很遠的 有一個欄杆圍著有保安 那有些人就想用相機去拍他 但是呢 甚至有些人就想過了個欄杆 然後實際立刻停止你的 因為太多人迷戀這幅畫 這是一個笑話 我看到有些人不知實際 喂 喂 快點賣回你 是 那麼《蒙來麗莎》就一定要去看啦 那另外第三個很出名的呢 這個就是叫做《勝利女神像》了 它呢 也都是欺貼的一個雕塑藝術作 它特別之處就是那個翅膀 你看到它一邊有翅膀的而已 它的翅膀呢 就用118塊碎片而 拼貼而成 那你想一下 古代的時候 它用了這樣的技術去做得到 這麼許許如生 那真的是一個 很出名的作品 就是藝術作品 所以呢 這三個呢 就是大家呢 如果有時間 據好就全部由羅浮宮看一天啦 或者起碼半天啦 有些人說 我假期不是很多喔 我只是說 我只是去到半天羅浮宮而已喔 那我看什麼就看重點啦 唯有 那當然深度游就慢慢看啦 看幾天都很多東西看的 或者來幾次啦 分不同時間又看不同的啦 嗯 其實呢 那個蒙羅麗莎又離得遠喔 又有安保 又有很多人包著喔 其實怎樣跟它拍一幅漂亮的照呢? 因為很難看 因為很難看 是的 好像我們按回夢羅麗莎的照片啦 其實它呢 怎樣拍呢? 我們如果用 不是每個人拿著一部大機去旅行的嘛 那如果呢 是用一部小的DV仔 zoom過去呢 都可以的 如果用手機都可以zoom 大家的著重那個重點呢 就是要定了這隻手 因為你zoom了是容易手震 你如果你的相機是歪的話呢 你一點點震都不是很覺的 但是你zoom了過去呢 一震一點點你都會很覺的 所以你就要托好一部機 然後呢 就再去這樣按的時候呢 那隻手指動就不要 手右動 那隻手指一按的時候就向了下呢 那就會蒙了 那這一個小貼士呢 大家記住了 還有拿相機的時候 譬如我拿著手機這樣 這個看不懂? 手機啦 我的手機啦 那我扶著手機的時候呢 這個手托得 托底的 就是手機的底托好一點呢 這樣來扶底才按 就不要說兩隻手這樣拿 因為這樣拿是會動了 最好呢 就托到 是的 然後才去按 這樣 這樣就可以zoom的嘛 zoom就這樣拉大拉小的zoom 不過呢 去旅行呢 如果是不可以拍到一些這麼小的東西呢 欣賞比較重要 但是如果拍到的話 當作是一個留念 都是很開心的 那就盡量試一下 其實如果要跟莫羅莉莎 拍一張合照 是不是很難的呢? Bibi 嘩 拍一張合照 在飛速上面沒有 很難的 我記得我也去過看這張照片 去同羅莉莎 前面是有一條圍著的 你不可以走得很近的 嗯 是啊 那怎麼樣 又不可以用閃光燈 在羅浦江裡面 又不可以用閃光燈 如果你的機器可以調那個ISO的話呢 就是那個曝光值高一點的話呢 就調大一點 那你要有得調光圈的呢 就調大一點光圈 有得調快門呢 又調慢一點快門 那所有的光線都進入多一點你的相機 不用閃光燈都可以 令到多一點光線進入你的相機呢 又計上現場光呢 就希望盡量可以拍到 那如果你說真的怎樣跟蒙羅莉莎合照呢 你就不可以靠近的嘛 那可能有個巧妙 我現在試一下 試一下 我最多學生想問的 就是不要 是的 很殺傷的 你就不要在那一個人那裡 因為如果問的話 全部人都在你旁邊 好像坐地鐵那麼近的 那些人都貼了 那你就要在欄杆以外外面 蒙羅莉莎就斜了的了 一定不會織了 起碼你想跟他合照 你就找你的朋友幫你 或者自... 應該那裡不准這樣自拍棍的了 因為是室內 你又會想到人了 應該不行的了 在博物館 那你就找你的朋友 就拍一張 zoom近你 還有zoom近 zoom近了你 但是蒙羅莉莎就在你後面 但是蒙羅莉莎就一定會小了 小到你 但是起碼叫做那張相片裡面 有你還有蒙羅莉莎 但是如果你的光圈太大 蒙羅莉莎就會蒙了 你說變成了前清後蒙呢 那蒙羅莉莎就太夢幻了 那你調小一點光圈 那就可以令到你和蒙羅莉莎都清一點了 所以我給你一個提示給同學仔 因為我都去過很多次劉浮宮 蒙羅莉莎前面你距離的那幅畫 其實都有十幾尺我想 其實你拍到的人就很遠的 你拍到的人就拍不了那幅畫的 如果你想能夠感覺到你到了劉浮宮 可能用一個很短的影片你拍一下自己 然後你就一轉 和一個短片你一點點轉一轉 那你拍到蒙羅莉莎 或者你先拍了蒙羅莉莎 然後你放大它 你就會看得清一點點 然後你就自己進的 啊 我都在這裡了 那就會拍到親切一點了 這個影片也挺有趣的 這個拍到一點 因為我現在就在用手機 其實你等於你拿著 譬如我現在這裡有一個iPad 你看了 拍了前面蒙羅莉莎 然後你跟著自己進去鏡頭 然後你看看蒙羅莉莎在你後面 你就可以拍到 人和拍照很難的 因為那個距離也有這麼大 然後你拍到一個人稱 那張照片就拍得很矛盡了 嗯 是啊 所以除非那個光圈調到很小 但是我們不准用閃光燈 那裡其實都不是很光的 所以就要試一下 你調大一點的ISO 那個微粒就會變粗了 如果用手機不可以調太多東西 就未必有限制 嗯 明白明白 我們快點講下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了 Phoebe 大家都很想知道 是啊 那個就是 這些就是晚上 哇 你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張照片就是 拿破崙為她的皇后 娶她的皇后的時候加冕那幅畫 這些就是羅浮宮夜晚亮燈的那個景物 還有我幫一些遊客拍照的時候 羅浮宮日後或者晚上的照片 你們都可以拍的 哇 在這裡很漂亮 是啊 這個我們快點講下一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封丹白老公 那它就是一個皇宮 但是就不是在巴黎市 是近郊來的 是遠一點的 如果開車都要過幾宗 那其實它的特別的地方呢 因為我想 因為大家聽過了 皇宮呢 帆爾賽公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了 但是封丹白老公不是個個都有留意過 所以我就想介紹下一個集 好不好 留下一個這個帆爾賽公 才再跟大家下一集的介紹 或者下不知多少集 反而你都沒有去過的 這個我自己都沒有去過 駕駛一個小時就很危險 駕駛一個小時 如果坐公車又要轉火車 再轉巴士都可以的 就算可能有些人喜歡租車 或者就算就這樣坐公車都可以的 當然要等車那些就要自己預下時間 因為他們那個皇宮它有限時收的 那你要早點出門口 因為它又比較遠一點 其實這個封丹白老公它有外圍 你會看到它很漂亮 它還有下一個給你看到 它還有一個湖圍著這個皇宮 旁邊也有森林風景很以麗 很漂亮的 以前它那個森林其實是法國的皇帝 是在這附近打獵 然後就回去這個皇宮那裡住 或者叫做夏天的時候 當作是一個別墅這樣 來住一下玩一下 嗯 而這個法文的名字 它叫Château de Fontaineble 它的法文意思是什麼? 就是美麗的泉水 美麗的泉水 你想想當然有森有水這麽漂亮的地方 皇帝都選擇這裏住 值得起來這裏住這個地方 就很漂亮很值得去 而且呢 有些人是去過其他宮殿的話 也都可以來一下這個試一下 感受一下不同的感覺了 因為其實裏面呢 在皇宮裏面呢 有很多古跡啦 大家看一下 有很多古跡可以看到呢 皇室的居所是有些什麽擺設啦 還有呢 有很多古跡啦 有很多名畫啦 那我聽過一些法國的內地 就是法國本地人呢 他們都有研究藝術啊 名畫的 他們都說 其實呢 在這一個 封丹白露宮裏面那些畫呢 很多時候呢 他想 不是說擺了所有最漂亮的畫在羅浮宮的 在裏面這一個呢 或者是凡爾賽宮的 反而凡爾賽宮有時候有些畫呢 都沒有這裏的畫那麼漂亮 就是他比較有鑽研呢 他又有講過這個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跟那些法國的本地人聊天 是 大家看到他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築啦 還有他那個建築的線條啊 他們內裡那些皇宮裏面那些布料啦 顏色的布襯啦 燈光啦 還有那些金碧輝煌的擺設呢 真是很好看 你真的要花時間去看啦 嗯 那你建議留多久呢 如果你早上 譬如我住我的酒店在市中心 開車去這個Chateau一個小時 是的 那當然是早上就出門了 那早點去 你去完你可以去 因為早點去完那裡 尤其是你都知道歐洲是日長夜短的嘛 如果是夏天 春天 秋天都還可以 冬天就日短夜長 看看你什麼時候來啦 就回大家的戒期 如果是日短的時候 就會很快沒有陽光 因為完了 看完裡面 你還可以游覽一下周圍那個湖泊啊 拍一下照啊 甚至乎可以搭一下船仔 搭一些艇仔都可以的喔 那所以呢 是啊 很悠閒 很漂亮啦 這些這樣 它裡面呢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 東西方的那些文物呢 都放在那裡 我記憶中呢 它有一個是特別叫中國館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在歐洲來講呢 他們都很喜歡 中國和日本的藝術文化的 它特別有一個中國館 裡面應該是混了一些日本的 那裡面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 當時古代那個時期的皇帝呢 已經這麼喜歡中國文化 而是收藏了這些藝術品在裡面 是 就算在大學兼協大學圖書館呢 都是有中國的書的 就是特地有一個館藏中國啊 還有日本啊 韓國的書的 是的 所以都很欣賞亞洲的文化 沒錯 沒錯 我去英國倫敦那個英國博物館呢 哇 它很多東西 看幾天都看不完啦 當然 一天都要很趕地看 挑來看 它裡面都是很多東西文化的 這個世界地圖 這個世界的群組很漂亮 是的 這個很漂亮 還有它裡面呢 你會留意 大家留意 很多皇宮 還有 無論剛才說羅浮宮也好 講這些宮殿也好 它上面那個天花板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天花板呢 是很...很有... 那些畫是一些明畫來的 就是總之是當時的藝術家呢 是在上面這樣畫畫 或者是畫完安上去的嘛 所以很多時候你們留意 記住不要只是看眼前視角 要看天花板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畫 還有在裡面... 還有它很多時候它是金碧輝煌的 你會看到它很多細緻的雕塑在裡面的 出得很細緻的 所以你們最好就現場來感受一下 一定要有機會的話 這個阻礙呢 我想說 若果不是開車的話呢 就可能沒那麼方便 就要搭火車和搭巴士 那搭巴士的時候就要留意 因為來歐洲玩 或者來法國玩 有時呢 星期六日那些巴士又會疏一些 或者班次又會少一些 又會早一些沒有 那大家呢 就要預早做定功課 究竟是那一天的巴士啊 或者是來到... 或者到了一步都要看定 最遲的那班巴士是什麼時候 那到你離開的時候 都不會說沒有了車嘛 是 是 是 如果真的沒有了車呢 要叫的士回到市中心 大概需要多少個歐羅啊? 真的玩得太高興了 忘記了時間 記得了 忘記了 如果在花麗來說呢 現在就流行Uber啦 或者叫的士就要問一下店鋪附近的人 可不可以幫到你召的士呢? 因為他們不像... 就好像香港人 自然 閘下手就有的士在附近的 他們沒有的 你去到那個地方呢 可能這條街不是人又不多 車又不多 那如果真的要怕召的士 最好就問酒店 拿著召的士的號碼 有些的士公司就懂得說英文 那你如果有客人不懂得說法文 那當然是說英文很方便啦 會好很多啦 那或者Uber呢 它都不會好像市中心那樣 那麼多在附近 因為大家如果用過這些APP 就是叫那些私家車 我不一定是Uber的 因為有... 發覺都有另外一些 它支持其他公司的 都是類似這樣的功能的車 但是呢 它的附近不是... 市中心就不是那麼多的 那變成了大家就要最好拿著那個叫車號碼 真是求救的話都不要這麼問 因為我試過走這些博物館 法國人有時候他真的不是好像這麼細心去看 說赤清了座裡面 還是不是最後有沒有人 那我看到很問水的那個時間 那一次 我那些袋子 那些背包還在裏面 保存那個鑰匙裡面 接著他們已經開始開始拉閘 然後一杯 接著我 哇 它不吹我們 會不會鎖在裏面睡的 可能它都會查清楚的 最後只不過我自己害怕一害怕 哇 差不多關掉了 它都不提我這樣 後來我還說 我的鑰匙在那裏 那個鑰匙現在你給我拿回那個背包 這樣 那它才說 是 好 你跟我來 那好像我提回你 所以你都 最好如果真的求救的話 就問回那個工作人員 看看 因為不是真的走出街就馬上拖到車的 那如果說到多少錢呢 如果走市中心 好像巴黎那樣計算 你市中心如果走20分鐘 都要 或者10多分鐘都要20多歐的 都少少貴的 給你兩房子 降回香港人的指數 所以如果它開一個多小時 那你可想而知 就要自己心中有數了 明白 明白 是 你去過這個Chateau多少次啊? 這個我去過兩次 有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去 完全覺得很棒 接著有一個朋友來 他都說還沒去過凡爾賽宮 又沒去過這個 那我就說你喜歡去哪個 他說沒有所謂啊 你跟 我跟你啦 那我說這個 這個特別一些啊 加上那一天 加上那一天那個行程 記得好像是查了那邊有時候呢 凡爾賽宮那個火車呢 是施線的嘛 可能有時候 鐵路有些麻煩呢 我們就不要選麻煩那邊了 是吧 因為要影響了嘛 那些鐵路 大家都要注意了 那些鐵路啊 地鐵啦 巴黎時不時都會有這樣的 修建的東西的 我們就去了 我就帶了那個朋友去 他就覺得 哇 就是很impressed 因為他沒有想過說 不是好像一聽就聽過那個名字 這些皇宮都這麼漂亮 那我是 其實發覺呢 有很多皇宮 很多shuttle 那我現在正在介紹著巴黎 或者巴黎附近 更加那些重要 很大的版圖 都有很多不同的 那就是要慢慢說了 我們說了一些最重點 因為我住在巴黎 就在這邊又比較熟一些 就跟大家介紹一些 你知道我幾年前 有個學生呢 他們選在巴黎那裡擺酒 他們選了一個shuttle結婚 哇 很棒啊 很浪漫啊 真的是 哇 很浪漫 很棒啊 那那裡他們 整班家人都飛過來 參與了他們 我是最近的 那很開心啊 是啊 很開心 是啊 搭個Eurostar 真的很方便啊 你真的是 是啊 而且很浪漫啊 我覺得太羨慕了 實在 是啊 很漂亮 其實有一些 我也跟一些新人 比如一個法國人 就跟一個香港人結婚 或者跟一些 講廣東話的那些中國人 比如廣州話那些 我去跟他們拍婚禮呢 他們就是有一些大小不同的shuttle 就是我們發明的shuttle就是那些小城堡 這些公營的呢 政府就不會讓你租來結婚 搞你那些宴慶的 但是如果私人那些呢 他們就很welcome你去租 是的 但是不早租訂 那之後呢 你就有很多賓客 就是如果本地有很多賓客啦 又唱歌跳舞啊 又玩那些草地滾球啊 中間又拍了他們玩遊戲啊 唱歌跳 跟著吃吃吃 又去跳幾隻舞 又回來吃啊 好氣氛好正啦 好正啊 特別天氣好的時候啊 其實呢 現在秋天呢 去巴黎是不是最好的呢 十月去 因為秋天比較熱呢 其實呢 在春夏秋呢 都方便 還有都舒服 不會穿很多衣服 冬天又下雪 又下雨 相對地 當然當然沒有那麼方便啦 也都有人是冬天來的 但是就 看看那一期 因為天氣每一年不同 會不會說 其實巴黎是很少下大雪的 很少的天氣 最多呢 零下五度 已經很最終的 很多時候 就只有兩度 零度 或者零下一度 冬天就這個啦 如果講 所以穿著雨絨 都可以來玩巴黎這個 但是如果拍照又想 穿得輕鬆一些 天氣又好一些 日常的話呢 就是春天 春天就是3、4月開始啦 是 然後到六七八 就是夏天 接著9、10、11就是秋天 所以12、12就是冬天 所以什麼天氣都有人來巴黎的 相對地旺季當然是春夏秋 所以如果歐洲來玩的朋友 比如你們在劍橋也好 在英國的朋友也好 他們真的一乘一程車就可以了 尤其是我相信英國的學校的系統 跟法國一樣的 很多假期的 很多假期 冬天有兩個星期 夏天有兩個月 不好意思 放暑假 接著冬天滑雪那些 他們未必下來城市玩 可能玩一些滑雪的活動 但是他們又是會聖誕節 前後新年 又有兩個星期的 所以整天都是假期 是啊 真的是聖日假期很開心 Phoebe 我們不經不覺 開了差不多52分鐘Live 哇 整個鐘了 說說說說就 如果你介紹一件事在巴黎 是很少香港人知道的 你會介紹些什麼呢? 你知道我們香港人不是一樣 雖然經常去歐洲旅行 但是有些東西我們可能不是特別認識的 不是特別認識 你是說吃啊 玩啊 還是看呢? 很多的 每天都可以 有些什麼東西我們特別推介的呢? 推介呢 我覺得吃的呢 有很多東西推介的 首先說吃先啦 吃的 大家都會知道吃海鮮啦 吃田螺啦 是不是? 吃海鮮吃田螺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還有經常都說 法國鵝肝啦 法國生蠔經常都說這些名字 你會聽得多的嘛 知道出名的 但是原來有一個叫做呢 法國的油風鴨腿呢 都很出名的喔 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 還沒吃過 還沒吃過嗎? 哇 這個要吃一下啦 因為很多間餐廳呢 都是很普遍的一個菜來的 就是它令到鴨腿很有嫩的肉 但是那些醬汁呢 就包圍著那隻鴨腿 這樣就很好吃的 又不乾燥的 又不油膩的 下次試一下 下次真的試一下 是的 我記得我有一年去Paris 我親戚他們帶了我去摘這個蘋果 10月份的時候 剛剛蘋果收成 蘋果圓 很漂亮的 接著是海鮮的 因為巴黎有兩個大的機場 一個就是Charles de Gaulle 很多飛機都直接去Charles de Gaulle 是 這是 international line來的 是 international line 在倫敦前幾年City Airport 就是在市中心有一個飛機 直接飛去Ally Airport 那裡都挺好的 很方便 不過都沒有大公的國家那麼方便 是啊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機會 歐洲的朋友 歐洲的同學 的學生來玩的話 可以多些玩不同的東西 吃不同的東西 因為你說的 你來了這麼多次 有很多東西都還沒發掘到 我真的還沒發掘到 是啊 又或者譬如說 除了吃這個之外 去玩呢 都是的 有些洞洞洞洞洞的 鎮仔 深度遊 可能去過很多次其他那些 有些深度遊的話 都可以去 譬如之後呢 我想現在先賣個關子 因為時間關係呢 講了整個小時都不能夠再講 但是譬如有一個名畫家叫做幕內 幕內花園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很漂亮 這個蓮花池 還有它有一個日本橋的 在這個鎮仔裡面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巴黎大都市以外的一些很悠閒 人很發色的生活 的生活 最高的 是的 發色的遊閒生活去感受一下 因為人 都市人實在太繁忙了 那我也很希望呢 可以大家嘗試一下 這一方面感受一下 是的 是的 我覺得巴黎的生活真的很舒服 很捨義 不如我們第二集就介紹一下這個Monette的故鄉 好啊 好啊 我可以啊 我先查一下 我們下一次就再講多一些不同的 有些有大家聽過 有些人沒聽過的 或者去過那些大街小巷 都可以告訴大家 譬如有一封牆叫愛牆 巴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們經常都要講愛的話 愛心呢 不只是愛情的 友情也是愛 家人也是愛 我經常都做這個手勢 愛呢 就令到大家都很開心 是的 很開心這樣 哇 很棒 我們一起做 耶 那我們期望 是的 那個巴黎愛牆的特別之處就是 一個設計師他用了三百個不同的國家語言 譬如英文就是I love you 中文就是愛 還有其他 法文就是I love you 愛你啦 這些三百多個語言在一封牆裡面展現了出來 但是那一張牆牆其實是很小的那一張牆 可能是你那個廳這麼小的那一張牆 不過他整完之後呢 很多人都去那裡拍照留念 所以下次大家來呢 又可以去這些小小的洞洞洞洞洞的 大街小巷那裡發掘一些有趣的東西 去拍照 去玩一下 我們現在還未能去旅行 希望在平衡之後呢 學多些東西 接著去旅行的時候就可以來找你了 好啊 好 是的 將來我們去法國玩 又可以去找找你了 找Philby拍照 多多了 是的 Philby 歡迎找Philby拍照 是的 大家可以多注意我們最新的動態 留意我們Facebook 還有不同的渠道 現在社交媒體也這麼方便 所以希望在這些平台那裡 跟大家分享多一些有意思的藝術文化歷史 還有一些會令到我們很愉悅的 我們的生活態度 是的 這個很重要 是的 我希望大家都提升我們的生活 我們自己的人又開心一些 和家人又開心一些 我們和外面世界接觸的心情都會正面一些 因為現在疫情問題確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都會盡量去 讓自己正能量多些發放出來 好不好? 我們都希望可以分享多一些正能量出去 下次我們從學生團來找你 真的很想 已經很想了 是不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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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到今天講到這麼多了 拜拜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近— 我們 straf, 發現 和你 感谢观看